果然周深一开嗓就不会让人失望 每参加一次印宗就会征服一位大佬 毛安米听完他唱歌之后 直接都想拜师学义了 周深啊 你才是一只小白灵妖 你以后得教教我 我真的可以跟你学 你说你这个小深板 怎么能唱出这么宏大的声音 我都喜欢死他 周深唱完一首歌之后 震撼全场 天真听完之后震惊翻脸 表情包都听出来了 难以置信 背头反响 我的天啊 谢谢 我常常质问他 天哪你 醒了 真的吗 真的吗 把那妈妈去掉 真的 之后更是对周深赞不绝口 乖乖 乖乖 我的乖乖 天哪 你永远永远让我感到震撼 谢谢 小深深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它是为舞台而生的 对 天生的歌者 对天生的歌 孙悦更是掩饰不住对周深的喜爱 前辈们慈祥的目光 就跟看自己家小孩一样 周深果然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身为团充的存在 你的声音就能拉别人一把 是 他那个声音 他有漂亮感 他又有力量 然后呢到B段的时候 我觉得天都亮了 我看那个灯 感觉灯光都亮了 这是音乐 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瞬间太美好 太棒了 谢谢 再采盘希望的田野上师 别人都是打着拍子唱 而他一开口 胡彦斌在一旁直呼起了 是女友 我和她 是你国家 周深绝了 河红更是在舞台上 只言不讳地说 他是薄味 这可怕我们的周深吓得不轻啊 如果不是河老师抱着 那早就泡的没有了 觉得他特别出其不意 因为他是一个具有特殊的 声带结构的一个孩子 老师快点说 这孩子快不行了 要抠不住了 甲生南高音 是所有南高音 这个系统里面的宝贝 宝贝 宝藏男孩 只要是跟周深合作过的艺人歌手 提起周深就是一顿猛派 李克勤老师就是很好的例子 采访中问到年轻歌手 他立刻脱口而出周深 年轻人周深 非常好我觉得 虽然我们 如果像一个一场恋爱的话 其实不是拍了很久 但是因为他的声音跟他的人 其实跟我是蛮配合的 所以 所以其实很快就 建立了不少的默契 还记得当初 两人在节目上表演的那首 天下有情人 原唱周华健听了之后 都震惊地喝不容嘴 我曾经真的一度以为 我跟其余的合作 应该是天下无敌的 非常谢谢你们 真的给了这个歌 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另外 陈小春虽然没跟周深合作过 但提起周深也是咱不缺口 既然如此 那我能不能期待一下 两位的合作呢 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 一起合唱大约 这一开口 把我们这一只都整紧张了 而且怎么回事 第一次觉得林俊杰 不应该出现在这段音乐里 尝试了老师更是周深的无脑吹 看没看过节目不重要 知道周深厉害就行了 如果周深本人看到这段 又该含流加倍了 我不知道别人都是谁 理论上我会选择周深 我觉得周深他的演唱 有点小奇观的那种感觉 就是 amazing 就是 就是 太会唱歌了 然后 太特别了 最重要的是我总觉得他很温暖 是个非常非常 愿意去包容这个世界的人 很美好的一个人 杨永齐对周深的印象也是非常好 在节目上时常被周深打斗 不得不说 周深真的是圈那零差评歌手 一来是 首先我哥很喜欢周深 我喜欢他的歌声 喜欢他本人很可爱 很直爽 从他歌唱的技能上面 我觉得真的很享受 每个演出都是完美的 我非常非常地舍不得 老实说啊 周深的嗓音 那真的是天资的礼物 在父母唱歌不好听的情况下 他能演绎出歌曲各种各样的风格 这是内于多一份的嗓音 当然了 他父母唱歌不好听 可不是我说的 这 真是他被人亲自认证的 以前家里不都是那种 方的那种磁带录影带 我爸妈虽然唱歌很难听 我爸妈唱歌真的好难听 对不起 爸爸妈妈 但是他们很爱在家里放歌给我听 看来周深还是个被唱歌耽误的喜剧人 反应速度那可是真快啊 陈楚深有个称号叫扫地鸡 周深有个称号叫收歌姐 于是就问他俩是谁被谁说了呢 我们都变成走地鸡 不是你们俩都是战斗鸡 战斗鸡 特别能战斗 不过希望可以成为大家新生的点唱鸡 要拍宣传海报 周深的鬼点子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著名的鞋印歌又冲出江湖了 周深好玩下次还玩 所以这样啊 他们一起说爱 让爱琪捡起这个蛋 哥哥好幽默啊 爱很简单 疯了我觉得大家都疯了 而且只要是有周深的地方 根本不会让肠子冷下来 跟大学生们互动简直停不下来 就连好汉歌都整上了 这样比较适合唱好汉歌 大河 山北斗鸡 天山的星星 山北斗鸡 嘿嘿 山北斗鸡 嘿嘿 山北斗鸡 只记得嘿嘿 山北斗鸡 陈楚深说自己不擅长互动 于是这个重带就落在了周深肩上 但谁又能想得到 他们两人中 陈楚深是一人 周深是爱人呢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花呀花呀花 做小小的 开小小的花 哎呀不愧是大学生啊 这是又清澈又清澈 周深的语言天赋也太强了吧 各种角色模仿的唯妙唯小 从安琪拉到懒洋洋 一秒便因切换自如 甚至让一旁的宋亚宣都怀疑 周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生忧了 只要你吃了这个苹果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生忧吗 我 我是歌手 哈哈哈哈 你这很像就是修电修空调那个 师傅你是做错 哈哈哈哈 如此看来 看一下情商高且优格 台上有实力有成功的周深 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你知道吗 因为就因为我这样的采访 都太多了 然后到后面我看到就是 有一条有人在下面聊 他说我一直以为 叫周深的歌手是一个人 说段子的歌手是一个人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 他在一个段子里面唱了歌 他才发现 说段子的周深跟唱歌的周深 是同一个人 而且还是个男的 哈哈哈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